大家好,我們是來自慈學學校的隊伍 唉… 怎麼哀聲嘆氣呀? 最近常識學一課是關於人口老化的 我發現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甚麼是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即是長者增加 而人口老化同時會令年輕人對照顧長者的壓力增加 同時都會令長者對生活失去信心 那我們又怎樣幫到他們? 我知道了,不如我們就做智能拐杖吧 甚麼是智能拐杖? 智能拐杖即是一些配合了硬件和編程的一支拐杖 令到這支拐杖更加多功能 唉呦…我的拐杖… 唉呦…好痛… 唉呦…誰可以幫我啊? 唉呦… 我們這支智能拐杖就可以幫到這位長者了 首先,這個拐杖有小野當功能 即使在夜間長者都可以看到,並且拿起它 還有呢,當長者跌倒的時候呢 它會監視到它的傾斜 就會發送警報給另外一個microbeat 讓其他人知道 還有呢,這個microbeat本身也有警報的風靈器 可以讓旁邊的拐杖都知道 這裡有人遇見 這樣就可以幫到剛才那位長者了 爸爸,你還有沒有事啊? 啊…沒事啦 多謝同學運用microbeat 將編程融入生活 令到一支小小的拐杖 都可以發揮這麼大的功用啊 科學和科技當然幫到我們很多 但是呢,我們都要主動關心一下身邊的老人家了 幾個月 等一支小小的拐杖 你們可以嗎? 做好了 因為有心情 坐在那邊 坐在住